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现在西方是星期一,8月16号,东方也就进入了星期一,8月17号,大家要记得我们的时间,要回家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不是越来越疏远, 然后我们要记得要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正义路,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信存义,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两个大诫命, 然后要记得我们崇拜的上帝,是三为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而主耶稣也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没有主耶稣的话,就根本不能够到父哪里去,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生,在人生当中要做个选择,有两条路要走,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 往上的话,就是进入永恒,永远与主耶稣在一起,如果不选择主耶稣,另外一条路就是下地域,与魔鬼永远在一起, 那魔鬼在地域呢,就是折磨上帝的侄女,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帝而来,但是来到世界呢, 因为环境的影响,世界的影响,就把上帝挖得一干二净,头脑也不去用, 然后呢,选择错的道路往下走,所以主呢,主耶稣两千多年前来到世界, 从一个上帝的地位,上帝来到世界作者,名叫主耶稣,为我们舍命, 现在靠着祂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洗掉,被洗得一清二楚,一缸二净, 我们要介绍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是说真正的介绍为个人的救主, 而且要建立跟主耶稣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父子父女的关系, 从主耶稣那边慢慢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关于圣灵,关于阿爸父, 所以一定要注目于主耶稣,而且其他的就会跟着来, 叫上圣经里头,以撒亚书,如果没说是以撒亚书, 就是说先追求神的国以他的义,那其他的神就会加钱给我们, 好,大家继续认为谢谢滴滴花枪,生来的灵命之良, 也谢谢Kelvin,我们每一天的信息在YouTube里头, 那今天我就不读灵命之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校已经感觉到神说今天不是读灵命之良, 他有信息了,那我就等候着, 那在9点07分的时候,9点07分,对我也有祷告, 问主我主啊,那么你要我做什么呢? 要读什么呢?要讲什么呢? 然后9点07分,就是刚才的时候, 就突然间看到一只猫,又像猫,又像狮子这样的眼睛跟鼻子, 那我一发现说猫的眼睛通常很大力, 为什么他这个眼睛有一点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之后呢,又看到这个星天星地哪一端, 是很清楚的这样看到, 在他前面就出现这个,就出现是猫,猫的脸啊,猫的脸, 那我在想,那我就Google search, 关于圣经里头讲到猫, 之前有讲过,猫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英语的成语, 就是说Don'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就是不要把这个秘密露出来, 所以可以说猫也是这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那圣经里头跟我们讲到这个奥秘, 等一下我们就去过哥罗西第一章里头, 25到27节, 讲到这个奥秘就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哦, 那想到这边呢, 那我就去查一下, 到底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万丸之丸, 万主之主,对不对? 万丸中物当中的丸就是狮子,对不对? 然后呢, 狮子, 所以狮子的话, 到底狮子是猫的家, 是属于这个Catch Family吗? 然后我去找一下, 因为好像是Catch Family, 但是通常也要去证, 去确定一下, 真的是Catch Family, 这个Catch Family叫做Felida, 所以看到的这只猫也可以说是狮子哦, 那就是谁? 就是主耶稣本身, 所以其实我有祷告说神啊, 这里头有哥罗西, 关于神的奥秘有哥罗西第一章, 25节27到27, 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奥秘嘛, 太福音13章, 那我就听到圣灵的小小的声音跟我讲说, 哥罗西, 进入哥罗西第一章哦, 然后我就读25到27节, 就讲到上帝的奥秘, 那就可以说确定了哦, 这个上帝的奥秘就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 主耶稣是狮子, 也是老鹰, 万鸟之丸哦, 万鸟之丸, 鸟中之丸就是老鹰, 动物之丸呢, 那就是狮子哦, 那我们主耶稣他可以出现像一只狮子一样, 也可以出现像一只老鹰一样哦, 那这边看到这只猫, 然后好像是狮子, 那就是主耶稣本身, 因为狮子也是猫的家, 猫的主, 怎么讲, family啊, family出来的, 好, 那讲到这边, 我们去进入哥罗西第一章, 保罗讲什么呢? 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 我就从第九节开始, 就第九节的中间这样, 那保罗说, 求上帝使你们在异切属灵的, 要记得今天是主耶稣跟我们讲这些话, 哥罗西第一章, 跟我们讲这些话, 这些话其实都是他一路来的指导, 靠着圣灵的引导, 使我们更加有聪明智慧, 属灵的聪明智慧, 而且去完全的明白上帝的旨意, 然后跟主耶稣建立一个美好亲密的一个关系, 其实呢, 今天李命之良刚刚才弟弟好像先来的, 也是讲到这样一样的话, 关于跟主耶稣建立这个美好亲密的关系, 来悦纳上帝, 来喜悦上帝, 所以今天哥罗西也是一样, 就是其实是配合, 当时我明天才读李命之良, 那我现在先读圣经里头, 主说哥罗西第一章号, 我们就读下去, 好, 求上帝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物性, 性格的性上, 完全的明白他的旨意, 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以便你们行事为人都对得起上帝, 凡事都蒙上帝喜悦, 在一切良善的世上解除果实, 所以在良善, 在世上解除这个果实, 解除果实对人良善, 对人家诚实这些, 对上帝的认识不断的增加, 所以我们这三年里头, 上帝要我们解除果实, 上帝要我们认识他, 不断的增加的认识他, 上帝要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他, 要我们做这房事蒙他的喜悦, 所以这就是上帝一直, 三年里头, 或者虽然很久认识主耶稣, 都在磨练当中, 所以当时我们这一群人, 在三年里头一直的磨练, 一直的每一天叫我们追求上帝, 追求上帝, 因为怎样呢,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他要训令我们, 作为一个他能够信任的使徒, 门徒, 跟他一起做完做光, 赏钱, 第十一点, 愿上帝与他的荣耀, 与他荣耀的权能, 是你们刚强, 上帝荣耀的权能是我们刚强,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能够谈久忍耐, 有没有, 就是一直要我们忍耐, 一直讲的谈久忍耐, 没有一直要我们忍耐, 所以回家了没有回, 回家了没有回, 他上帝在训练我们的忍耐, 有没有坚持到最后, OK, 那有些人到一半, 有些人到三分之二就放弃, 有些人现在无量无量, 那没办法了, 当时相信上帝都有他的怜悯, 就是希望上帝有怜悯, 希望这些人也会来, 也是希望, 我们希望, 那我们这些人到今天还是继续, 然后继续到最后, 就是做完做光的一大群人了, 好, 大家继续努力, 神特别点选我们这一大群人, 那你说历历什么真切,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印象, 都跟我讲这一群人是特别的, 那我还要怎样做,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能够自己随便乱讲了, 我看到是什么, 三帝跟我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三帝我看到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 我看到什么, 我不能够加, 也不能够剪, OK, 好不好, 那十二节, 欢喜, 我们要欢喜的感恩, 感谢天父, 所以为什么要永远的感恩呢, OK, 我们要欢喜的感恩天父, 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跟作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享基耶,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 我们要感恩三帝, 对不对, 感恩天父, 因为是上帝, 天父, 主耶稣, 他使我们有这个资格, 跟其他那些圣徒多么有名的那个使徒们, 保罗他们这些以前, 比如说摩西亚, 耶稣亚, 还有很多, 有没有看到他们, 耶利米亚, 大卫丸, 这些, 我们跟他们一起, 一起怎样, 在光明中同享基耶, 有没有, 有没有, 大家, 最近一次, 不是前几天看到谁, Isaac Newton, 其实Isaac Newton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上帝特别给他发现了这个信心吸引力, 那十三节, 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实力当中, 全世界把我们救了出来, 就是从魔鬼的手里面救了出来, 带进他, 他就是上帝爱子, 就是主耶稣, 带我们进入主耶稣的国度里, 所以我们现在去信天信地, 这个国度就是主耶稣的国度, 我们永远永远跟主耶稣在一起, 当然我们往往也看到阿爸父, 圣灵远远跟我们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很想看到阿爸父, 一直很想看到主耶稣, 虽然我有时候看到, 阿爸父看到主耶稣, 看到圣灵, 我还是要, 因为我希望我二十四期都跟他们, 就是能够看到他, 也能够摸到他, 就是很开心, 很开心的讲话, 有很多话要讲, 对不对, 好, 第十四节, 讲到上帝, 我一直这样讲, 只有上帝知道我的信号, 十四节, 我们借着上帝的爱子, 蒙救赎, 对不对, 就是借着主耶稣, 我们有到这个救恩, 罪获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没有罪啦, 靠着主耶稣保学, 我们没有罪啦, 洗得一经二经, 刚干净净, 好,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 基督是超越一切的, 十五节, 基督是那不能够看见, 知上帝的真相, 所以上帝我们看不见, 他主耶稣就是他的真相, 超越一切, 受造之物, 超越一切, 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上帝创造的, 天上的, 地上的, 有形的, 无形的, 做完的, 统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切都是借着主耶稣, 也是围绕主耶稣而创造的, 十七节, 主耶稣存在于万物之前, 万物都靠着他而维基起来, 连结起来, 十八节, 他是教会的头, 就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肢体, 是他的身体, 他是源头, 我们的主耶稣是源头, 由了他才有教会, 对不对, 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 这样他可以在一切世上居守卫,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每一件事上, 他是第一位, 因为上帝乐意让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 因为我们的阿爸父上帝很乐意的, 把一切都交托给主耶稣, 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是天地万物, 借着主耶稣与上帝和好, 所以我们是因为靠着主耶稣, 才能够跟上帝有这个美好的关系, 这个和好的关系, 要不然我们是罪人, 怎么能够看到上帝呢? 怎么能够跟上帝有这个连结关系呢?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神圣的, 我们是邪恶的话, 这个罪就是我们跟上帝隔离了, 决隔离了, 二十一节, 你们从前以上帝隔离, 行事邪恶, 心事意念, 以上帝为敌, 所以之前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可以想象到我们所作所为, 往往都是得对天, 得去上帝, 但是认识上帝之后, 每一天就我们的磨练, 我们越来越走圣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定, 我们要神圣, 要圣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圣洁了, 那接下来二十二节, 当现在, 当是现在上帝借助耶稣基督肉体的死, 死你们就是死我们, 我们基督徒与上帝和好了, 让你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圣洁无瑕, 无可指责的人, 所以我们圣灵的引导指导, 我们走圣路, 走圣意的道路, 到时候我们是一个没有受指责的人了, 那二十三, 就是你们必须永恒的心, 永恒的心, 持守所信的道, 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上帝的话, 就介绍主耶稣, 而且每天走这一路这些道, 爱神爱着这些道,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 我们要恒心持守所信的道, 根基隐固, 就是很坚固的, 坚定不移, 不摇动的, 不要失去你们听到福音后, 所得到的盼望, 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回天国, 对不对? 回天国, 那我们如果坚持到所信的道, 到最后呢, 根基不摇动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盼望, 所以保罗说叫我们不要听了福音之后, 又把它丢掉了, 不行的, 这个福音呢, 传给了天下的万民, 那接下来说, 我保罗, 这是保罗写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使者, 就是保罗一直在传扬福音, 对不对? 他是传福音的使者, 那现在二十四节, 保罗为教会受苦, 那我们继续因为到最后, 二十四节, 因为现在我因为能够为你们受苦而欢喜, 并且且这个字在意乡当中有看到且, 所以可以说肯定今天的神工们讲的话, 并且我是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缘故, 在自己身上补满基督未受的苦难, 就是什么? 就是说主耶稣做了那些, 他是头嘛, 他做好了这些工作, 那后面的工作呢, 他已经回去阿巴夫了, 当时每一天我们是靠圣灵来引导我们, 对不对? 当时还有其他工作要做的, 那保罗说他就接下去, 那保罗接到保罗接下去, 就接到今天, 对不对? 今天呢, 我们就是最末日的一大群了,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要完成上帝的施工, 也可以讲说从之前的使徒门徒之前的阿巴拉罕那边, 接下来到奇事录, 奇事录了, 要回去创世纪, 2007年神跟我讲的话, 那我们回去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有工作要做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还有在第八、第九节, 第九那边那个异项有写着ROD, 什么是ROD, 等下再跟大家讲, 所以这些时候神给我们的信息都是确定, 我一路来跟大家讲的话, 因为我一路来跟大家讲, 是上帝跟我讲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 是没有错啊, 没有错了, 到今天啊, 没有, 好, 接下来第25, 那保罗说, 我受上帝的委派成为教会的仆人, 要把上帝的道完整的传给你们, 这保罗讲的26节, 这道是历世历代, 这是历代一直隐藏的奥秘, 从创世纪到现在, 神一直隐盲的奥秘, 可以说到保罗的时候, 那在信念里头就开始知道, 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 但是很可惜, 很多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到今天, 还是不承认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他们还在等着他的弥撒亚, 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好, 可以讲说, 这边可以讲, 他们这么固执, 就不足够的祷告啊, 不谦卑自己来到主面前, 多祷告问主啊, 到底主啊, 就是主啊, 你来了没有听人家讲说, 你就是主, 我们的创世主就是主耶稣, 到底是真还是这样, 你启示给我们, 如果他们有祷告的话, 一定找得到, 对不对, 但是呢, 很可惜, 就是有很多发力杀人, 好, 接下来二十六, 这道呢, 是一路来隐藏的奥秘, 现在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 就是向主耶稣的信徒们, 圣徒们显明了, 二十七节, 上帝要他们, 就是要圣徒们, 要基督徒们, 知道这奥秘, OK, 在外族人就是, 不是以色列人, 在外邦人啊, 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啊, 所以主耶稣从非, 我刚才不是讲到, 有太族里的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 那其他人呢, 不是有太族呢, 大很多人都认识主耶稣, 所以, 怎样讲, 上帝要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 OK, 要这些以色列人知道说, 在外邦人里头, 有何等的丰富的荣耀, 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 所以就是以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 什么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 什么我的爱人在我的心里, 我的丈夫在我的心里, 我的妻子在我的心里, 我的孩子在我的心里, OK, 我的爱人在我的心里, 那我们说, 有去爱大家所爱的人, 对不对, 当时有没有知道说, 主耶稣应该是第一爱啊, 他应该是首领啊, 他是排第一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 主耶稣超越一切的, 因为他不只是上帝, 他是爱我们的上帝, 特别的爱我们, 非常爱我们, 就像星期间看到, 他是什么, 还在主的压力还在, 对不对, 因为我们相信说, 包括丽丽兹在内, 就是还没有做到最好的一面, 要做到100%吧, OK, 计量啊, 计量啊, 如果不能够做到最好啊, 计量做到最好, 对不对, 当时我相信大家跟一大群人, 每一天都几, 差不多一个小时里头, 来崇拜主, 真的很, 我相信上帝都很开心了, 好, 接下来, 这阿弥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有荣耀的盼望,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就要回家, 就是这荣耀的盼望, 就是远远与主耶稣在一起, 主耶稣来接我们回, 那28节, 我们传扬基督, 用各种的智慧, 劝解, 教导众人, 使他们在基督里面, 长大成熟,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神一直在装恋我们, 一直在训练我们, 一直给我们考试, 希望我们长大成熟啊, 不要做baby啊, 永远做baby婴孩, 要我们长大成熟, 与主耶稣一起做完做关, 没有成熟, 如果永远是baby的话, 怎样去跟主耶稣一起做完做关, 对不对, 很难了,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长大成熟的, 基督徒好把自己带到上帝面前, 29节, 为此呢, 因此呢, 我按着上帝在我身上运行的大能, 既心协力, 不耻劳苦, 就是说, 保罗呢, 借着上帝在他身上的给他的大能, 他继续努力到最后啊, 不怕劳苦, 不怕艰苦, 好, 大家继续努力, 这些话, 这个哥罗西, 写给哥罗西教会的, 保罗写的这封信, 真的非常配合我们哦, 一路来上帝的带领啊, 为什, 这些话里头, 就是讲到我们这一大群人, 神要跟我们讲的话, 就是啊, 其实都在里头啊, 可以讲, 这都在里头啊, 当然有其他, 那秘密啊, 这些大事最重要的, 根基就是在哥罗西第一章,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接下来就是看到的意象, 那我就接下去, 那我现在就从Zenner Page第一那边开始, 那就是看到主的手, 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 还有一点Jap, 还有一点, 还没有结成一个零, 还有差一点点, 然后里面又有一只手啊, 就一只手, 这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 也是差一点, 差一点就要零了, 那我们讲一讲, 这个大的手可以说是, 大的圆圈, 十二天, 那小的圆圈可以说八天, 因为之前神有提示给我们, 一个圆圈八天而已, 那就是二十, 算来算去明天, 算起的话就是二十天了, 我们是下二十天了, 好, 接下来, 就是一个女的, 没有看到她的脸, 只是看到她的下巴, 跟她的这样, neck这样下去, 然后看到她身上带, 怎样讲, neck那边带着这个, 非常漂亮的金链, 其实这个金链比较长, 我画的比较短了, 其实蛮长的, 很漂亮, 她那个金链, 还会叮叮叮, 很亮一亮, 好像星星在亮一下, 真的非常漂亮, 好, 接下来, 大家知道, 作为主耶稣的新娘, 回去的时候, 主耶稣会给我们一套, 什么呢, OK, 通常男女结婚的时候, 男方不是会给女方金链, 这些, 就好像阿巴拉罕叫他的仆人, 对不对, 去到他自己的骨香那边, 去找一个女的, 给他的儿子, Isaac, 做老婆, 对不对, 所以有带着这些金啊, 这些链啊, 这些气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回去, 主耶稣也会给我们链, 也会给我们戒指, 还有其他了, 好, 接下来, 是看到good, good, 什么good呢, 就是叫说, 大家准备好, good, 我们大家做得好, OK, 很开心看到这个字good, 对不对, 就是主耶稣的新娘做得好, 那接下来第二那边是有看到, 其实是红色的字, 还有其他字, 我只看到一定, 我看得很清楚一定, 因为太爱睡了, 那时候我也忘记几点了, 大概我刚刚睡不久, 然后呢, 后面好像是一个有, 或者是一个会, 好像是一定有, 还是一定会, 这样, 但是我最清楚的是一定, 感谢赵梅酒, 那接下来是看到,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走过来, 她就给我一张纸, 一张纸呢, 里头呢, 有几个, 怎样讲, 就好像我画着这样, 我记得在7点, 8点的单位那边, 有一个圆圈, 是白色的, 白色, 带有银色的这个圆圈, 然后就是上去那一边, 是好像椭圆形, 好像在2点3点, 1点2点3点, 那个单位这样, 有一个椭圆形这样, 大概可以讲2点的单位这样, 然后也是白色的, 又带有荧光这样, 好, 那这个呢, 下面这个圆圈, 这个圆圈它会走路的, 它会走路, move的, 然后里头, 还有它的那个, 这什么, 它的outline, 它的外面那一画, 是蓝色的笔画的, 那个蓝色的笔会进处进处的, 叫上背提的门这样, 会是活的, 会缩小, 会张开, 会缩小张开, 缩小张开, 像心脏这样, 然后呢, 上面那个椭圆形呢, 是我相信是讲到星期几了, 这边好像是二三, 或者一二三, 二可以讲是星期一, 哪边是一个星期一, 没有到三, 对不起, 还没有到三, OK, 我相信就是讲星期一, 星期二, 还有旁边那些就是讲到, 五就是恩典, 三就是完了, 十就是完了, 十二也就是完了, 完莽了, 好, 接下来是这样, 我醒来了, 清醒了, 头脑清醒, 清醒来了, 就听到声音, 我这个人都傻掉, 听到什么, 讲说中国, 哎呀, 我忘记, 应该, 台纳, 应该讲中国, 不是讲台纳, 我写错了, 写错, 应该听到声音是中国, 中国, 台纳, 没有, 中国, 讲中国, 当然中国就是台纳, 台纳是中国了, OK, 那我问主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我们要为中国祷告, 现在中国真的被逼迫, 这个美国跟英国这些国家, 尤其是美国逼迫的很厉害, 非常的厉害, 因为那么逼迫的厉害, 那当然在中国方面, 那些非基督徒, 政府, 有些很多都是, 可以讲是非基督徒, 当然他们也, 也就很对教会很不开心, 就采掉教会啊, 有些教会, 大概有些教会是跟西方很有联络, 不一定西方那边一直有寄钱给东方, 所以政府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就采下这些教会了, 最近好像是两间,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但是我相信是有一点点啊, 因为怎样呢, 西方国家, 说是基督徒啊, 像麦蓬佩奥, Donald Trump这些, 还做这些邪恶的事情, 难道如果我们是非基督徒, 看到基督徒做这些事情, 说自己是基督徒, 然后做这些事情, 难道我们要我们的子女, 我们要我们的人民成为基督徒吗? 当然不要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神说, 神也不会怪中国, 所以一直神很怜悯中国, 不是中国的错, 不要怪中国, OK, 就看到这些基督徒的国家, 说自己是基督徒, 追在他们里头, 因为他们没有做个好见证, OK, 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 很多都拜魔鬼, 撒上啊, 他们不认识主耶稣, 嘴巴上讲, 因为他希望有这个胖胖, 希望有这个救恩, 但是心里没有主耶稣, 动作方面, 没有基督徒的根基, 所以, 中国那边教会很有可能受到逼迫, 不要怪中国, 因为西方国家, 基督徒国家真的做得非常不好的见证, 所以大家继续为中国祷告, 还有一个就是说, 相信说我们到另外一端, 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 OK, 我们要回去中国, 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中国吗? 我们大家都爱中国, 是我们的祖国, OK, 你现在中国你不爱, 那怎样到另外一端, 你会爱那边的中国呢? 对不对? OK, 那大家继续努力, 其实我们回想, 如果知道历史, 我现在比较懂得中国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的话, 真的被西方国家逼迫的很厉害, 之前几百年前, 几十年前, 可以讲整百年, 好, 第五那边, 是看到, 我在想说, 上面那个圆圈会刨的, 然后会, 它外面的蓝色的线会进出, 进出, 好像这个被提的门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 主的手指, 大拇指, 就是在新天新地, 我这样看过去, 可以看到新天新地, 对不对? 它就在新天新地哪一端, 就像我画这样, 翻在那边, 所以意思讲, 这个圆圈就是, 这个被提的门到, 新天新地了, 也可以说新天新地, 好, 接下来呢, 大拇指, 也就是五, 五就是恩典, 恩典也是讲到新天新地, 进入来讲到恩典, 恩典就是进入上帝的国度, 进入主耶稣的国度, 好, 第六那边是看到, 我的女婿的lunch box, 就是她午餐的盒子, 她午餐的盒子是打开的, 然后一边呢, 比较短的一边是粉红色了, 粉红色的卡片在那边, 那粉红色的卡片, 如果大家, 对对对, 如果把它分成这样了, 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是七号, 九月七号八号回家, 那比较短的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那比较短的是四四, 我们不是之前看到四四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星期呢, 那星期就是20, 星期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就是四天, 然后星期四就是一个星期的开端, 对不对, 之前神跟我们讲过, 那星期四到下个星期三, 就一个礼拜, 然后星期四到另外一个, 在下个礼拜, 星期三又一个礼拜了, 然后后面又加四天, 对不对, 所以有两个四, 两个七, 就是到回家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 又看到我的女婿, 很久没有看到她在异象当中, 今天有看到了, 看到她在她车后面那边, OK, 车, 我的女儿的车的那个, 她就去拿东西, 拿东西, 然后一边手一包东西, 另外一边一包, 但是在她的左手, 就是left hand那边, 是粉红色的包包, OK, 粉红色的包包, 另外一端又有另外一包, 我相信粉红色的就是回家, 回家是在西方的话, 在left hand side, 就是讲到九点的单位, 就是九月, 另外一段呢, 就是网料, 网料要带什么东西, 要带三件礼物, 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Face, Hope and Love, 第九那边, 是看到主的手, 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 拿着一个小容器的盖子, 是半透明这样白色的, 然后又可以看到, 他后面的中间的手指, 那是什么意思呢, 大拇指就是恩典, 恩典就是清天心地, 然后第一个手指之前也讲过了, 这是九, 在中间的手指就是八, 就是九月八号了, 然后接下来, 那第一大拇指跟第二个手指也是形成一个calf, calf就是救恩, 那接下来是看到很大致的英语的字母, R-O-D, Rock, R-O-D, 对不对, 就是木棍, 主耶稣他做牧养者, 不是要拿着这个, Rock and stuff,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是大写的, 所以是代表一个字母是代表一个字, 对不对, 然后我去找了, 我就先进去, meaning of ROD, ROD meaning, 看能够找到什么, 然后那边又写说, ROD stands for, what is ROD stands for, 就是说ROD是代表什么, ok, 那我看了, 我就说我就进去, 是代表什么, 应该是代表什么, 因为是大字母, 大母子, 大字母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一个看下去, 哇, 几十个, 第一个呢, 就是record of decision, 那就听到圣女的声音, 小小的声音给我, Tommy就会很肯定, 很平安的说,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一直跟我讲, 就是那个, 那我看, record of decision, 什么record of decision, 就是决定的纪律, 决定的纪律, 所以大家, 我们一路走来, 就是上帝, 叫我们地上跟天堂合作, ok, 走过来, 经过很多考试, 我相信之前很有可能, 我们就可以回家,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 第二呢, 人数还很少, 很多人还没有机会, 有些人, 我们认识的人, 旁边还有其他人, 大概他们不是那么固执的, 他们是有机会回家的, 这些人, 我们还没有传给他们, 所以我们还在考试之中, 走到今天, 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 没有人知道哪一天哪一个小时, 只有父知道, 所以这个哪一天哪一个小时, 是能够改变的吧,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 事实都是重要的, 但是走到今天, 希望这一次我们真的回来, 好, 接下来, 所以这边讲到, record of decision, 就是说, 决定纪律, 决定, 上帝决定什么时候回家, 的纪律了, 的纪律, 那还有一个就是, 看到ROD旁边, 后面又有一个E这样, E看到又不见, 看到又不见, 那我就找RODE, ROD, 当时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它是冬写的, 那我就问祖祖啊, E是什么, 是不是Emmanuel啊, Emmanuel也是上帝啊, 对不对, 上帝主与力同在啊, 当时听到声音, 聪明智慧, 而且带有一点小的声音, 跟我讲说Elohim, Elohim, Elohim以色列人, 用这个字Elohim, 就是The Living God, 就是远生的上帝, 好, 那Elohim啊, 那ROD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远生上帝, 远生的上帝, 远生的上帝啊, 第一就是远生的上帝, 这决定纪律, 这决定纪律啊, 所以就证明可以说, 确定了我们的工作,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第十那边, 不是主耶稣说, 他的压力还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继续的喜悦上帝, 好不好, 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 这是上帝, 喜悦上帝的事, 而且我们这个责任, 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几千年来, 一路来的等待, 今天等到我们这一大群人, 所以每一个人, 我说每一个人都重要, 好不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个网, 一个网里头, 哇, 很多事物, 满满的在我面前, 很近很近我, 然后呢, 有一个字是会亮的字, 就是且, 而且的且, 那且是什么呢, 且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很快的, 要, 就是moreover, and yet to be about to, 刚才不是讲到, 这个意象是在第六那边看了之后, 第六那边就是, 你记得盒子, lunch box盒子, 然后有粉红色的一条, 一张卡在那边, 对, 那个看了之后, 就看到这个大碗了, 大碗里头都是事物, 写出去, 因为在当中我忘记了, 后来记起来, 就是说回家, 我们回家, 回到新天师弟, 做主耶稣的新娘回家, 不只是这样, 而且呢, 而且还有什么, 而且还有这个丰盛的生活, 丰盛的远生的生命, ok, 丰盛的, 丰盛满满了, 跟主耶稣在一起, 好, 接下来, 十, 那是猫, 我不是讲过啦, 看到很大, 是他的眼睛跟鼻子, 没有看到嘴巴, ok, 通常狮子跟猫的嘴巴, 就不一样啦, 那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倒是没有给我看到嘴巴, 那之后呢, 又看到好像猫, 比较像猫, 在眼里比较远, 其实我画的应该, 画比较小一点, 第二个那边, 第二看到新天师弟前面, 那是猫, 是比较小的, 整个片子比较小, 看得比较像猫, 那在很近很近的时候, 有一点像狮子这样, 所以刚才讲过啦, 就是进入哥罗西第三, 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 他自己本身, 那接下来呢, 是讲到什么, 是这个容器, 昨天看到的一箱, 一个容器, 水倒出来, 水是什么, 水就是神的道, OK, 这是living word of God, 就是神的道, 那我们这些时候, 神跟我们讲的话, 就是上帝的道, 就是主耶稣的道, 然后他水倒出来, 哇, 很多水倒出来, 然后呢, 里头还有, 那个什么, 就是沙拉的叶子, 就前几天有看到, 有几片啦, 我画的太多了, 好像不多在里头, 就是说最后的几天呢, 就是青色的, 就青色之前有看到, 好像五个青色的, 好, 接下来十三十四, 到底十三十四是什么, 刚才我读到十三十四的时候, 我看到, 这十三十四很重要啊, 规定这个十三十四, 就是哥罗西第一章十三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就是讲到这个奥秘, 对不对, 刚才读过了, 就是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 他自己本身的, 然后讲到我们要跟从主耶稣, 我们带着这个盼望, 就是回天国这个盼望, 对不对, 再回去看手能够压得到吗, 我等一下接下去, 好, 讲到看到一项十三十四, 那十三十四节是什么, 十三节, 他就是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全世下, 拯救出来, 这是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救赎, 救恩, 对不对, 就是主耶稣把我们从黑暗里头, 这全病之死, 魔鬼的全长之下, 救了出来, 拯救出来, 带进他爱子, 就是上面这个他就讲到上帝了, 然后带我们进入主耶稣的国度里面, 十三节, 十四节我们借着上帝的爱子, 就是主耶稣蒙救赎, 以前的罪都得到赦免了, 今天我们还是罪人, 所以每一天一定要悔改, 那就是十三十四节, 有可能代表十三十四节, 如果不是十三十四节, 就是什么呢, 十三好像那个叶子, 好像有五片这样, 那十相加五就是十八, 十八也是九月七号, 就是以色列人的智力, 一路十三再加五的话, 就是十三加五十八, 那一路十四再加五的话, 就是十九也就是九月八号, 因为你看上面是那个水流出来, 接下来就是这个了,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是连接光系, 是他的连接光系的意思, 好, 接下来是看到好像一个小, 一个flying place小的, 最小的, 然后它下面是有热度的, 红色的热量, 然后这个热量就整个一片下来, 到四点的岗位, 四就是代表天国, 就是说这个热度, 我们爱主耶稣的热量, 这个热度爱主耶稣的热度, 要很久很久啊, 我们就上去啦,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这个红色, 就是代表我们, 有没有热度耶稣了, 大家尽量, 因为怎样, 上帝值得我们去爱的, 他创造一件, 因为他爱我们, 上帝从上帝这身份, 来到世间做人, 做得非常辛苦的生活, 围绕谁, 还不是围绕我们, 每一天, 其实我们每一天, 上帝都照顾世人, 基督徒, 非基督徒, 包括这一内, 所以上帝说, 太阳照给好人, 也照给不好人, 基督徒也照给非基督徒, 上帝一路来, 都有看顾, 好, 接下来呢, 是让主的手一边, 一个手指一边, 另外一个手指一边, 有一个小小的盒子, 比较扁的是黑色的, 但是当中带有一点点银色, 也有一点银色, 然后下面呢, 是这, 这度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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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他的意思讲, 我们在很短, 现在只剩下一点, 一点点时间了, 所以这个黑色, 不是说这个地球了, 我相信这个黑色, 是我们进入这个标杆,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线上, 我们牺牲自己线上给主了,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